他在元朝灭亡三百年后,率部反清复原,不到两月就被康熙平定,我们听过反原附送,反清复明,那有没有,反清复原,那其实还真有,只不过,因为名气太小而被人忽视今天,就为大家讲一下这段反清复原,的奇葩历史这事,源于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叫做阿布奈,是蒙古查哈尔林丹汉,与囊囊大福晋纳, 墓中之子一父子俄哲之地,林丹汉属于黄金家族是忽必烈这一戏,的当年他与黄太极争夺天下时,被黄太极的弟弟多尔滚打得,节节败退,最后病死在了打草胎上,后来黄太极招降了他的儿子俄哲,也就是阿布奈的哥哥,黄太极还把自己的女儿马卡塔许配给他俄哲感恩戴德,一直终于大清公元1641年, 俄哲去世他的弟弟阿布奈继承王位后,为请示清朝就擅自娶了自己的嫂子马卡塔,按照早期的满猛习俗,地取凶嫂是很正常的事,但是阿布奈未经过清朝同意就擅自决定, 这让清廷对他非常不满,公元1661年,睡至地价崩,所有的蒙古贵族都来参加,唯独只有阿布奈不来次年公主马卡塔去世,按照满洲丧葬习俗,公主生前所有的衣服珍宝等物品都要焚烧,阿布奈一律不烧,反而用这些东西扩充基马 这次阿布奈彻底惹恶了康熙地公元1669年,康熙灭掉奥拜后于乃,乃校庄太后一同谋划逮捕阿布奈,以便铲除,他后来康熙给阿布奈下了一道指, 你祖坟在沈阳我们现在,要去拜祭他们你必须的去,阿布奈明知自己辞去必定会被囚禁但又没办法,因为那是自己的祖坟,不去自己就是大不孝,清廷就有理由,讨伐自己等阿布奈到了沈阳,康熙地以多年不朝近等为由,萧綦亲王爵将其监禁,于沈阳后来康熙又下旨,让阿布奈的儿子布尔尼席爵, 并将安亲王月乐之女嫁与他为妻同年,布尔尼来北京朝见康熙临走,的时候希望康熙能准许,他与父亲见上一面但被拒绝,布尔尼因此十分怨恨,清朝但又迫于自己的实力不如清朝,所以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十分顺从清廷的样子,不仅按时遵守进京朝贺的时间,连朝贺的供品都是一车一车的拉久而久之, 清朝对他放松了警戒公元1673年,吴三贵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在南方率先作乱,三藩之乱正式爆发随后康熙命全国各地的军队开赴南方评判,一时间北方防务空虚兵力严重不足, 到了公元1675年3月27日布尔尼建吴三贵他们造反是一路顺风,情势对清朝越来越不利,便趁机与其地罗布腾率缠哈尔布发动叛乱,口号是反清复原, 由于清军主力西数南下清政府无力平叛康熙因此命大学士土海想办法,土海没办法只得将京师所有的齐民, 清壮年和加奴都召集起来,组成数万讨伐军北上平叛科尔沁,翁牛特,巴林,土莫特,扎鲁特等各其蒙古王公也纷纷出兵, 相助土海的平叛大军都是乌合之众,战斗力非常差,为此土海便以查哈尔财富, 想诱惑,命令手下军队大肆烧杀想略,这些临时拼凑的平叛大军士气瞬间高涨, 会同蒙古援军向查哈尔叛军发动进攻,最终查哈尔叛军搭败时间是公元1675年4月底布尔尼随后逃往扎鲁特, 贝科尔沁亲王和朔俄赋,沙基包围但其手下放跑, 了布尔尼布尔尼从此不知所踪,据清朝官方记载沙基亲率骑兵追上将布尔尼, 罗布藏二人逐一射死在草原上,而布尔尼的父亲阿布奈也被清廷处决, 至于火同布尔尼发动事变的查哈尔首脑,除以故死者外都逮捕处刑就这样, 布尔尼在元朝灭亡300年后,元朝是1368年,灭亡的, 率不返兴复原不到两月,就被康熙评定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